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2002年的时候 我离开台北,然后到桃园来定居 那个时候呢 在台北的离开 一个月薪水大概将近四万块的工作 然后到桃园来的时候呢 一直找不到 将近四万块的工作 那时候怎么找都只有三万以下 或三万出头一点点的工作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又回去当业务好了 所以呢,我又到一家 台湾蛮大的一家ERP 叫鼎芯公司 不是那个味犬鼎芯的 那个食品业的鼎芯 是那个电脑业 资讯业的那个ERP 的软体设计公司 叫鼎芯电脑 好,结果我去的时候呢 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 你要当业务 还是要当服务人员 那我那时候想说,哪一种薪水比较高啊 当然是说业务薪水比较高 而且底薪就三万多块钱 那如果成交的话呢 再加上奖金啊 可能超过四万块 甚至破五万块 哇,我那时候想说太棒了 有机会破五万块的话 那我依照我那个年纪 我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想说,那 如果薪水可以破五万块的 那我那个月应该就会比较好过 所以呢,我就去当业务员 结果呢 我去了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啊 其实客户不喜欢我们业务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又有顾问 顾问跟业务,还有服务人员 这三种角色是不一样的 服务人员呢 是专门去帮忙安装软体 然后测试软体 那顾问呢 是专门帮他们解决使用上的问题 还有整个流程的问题 那业务呢 就只是负责电话开发 然后溢价 然后成交 所以呢 其实客户他不会很喜欢我们业务员 他最喜欢的是顾问 那顾问的薪水呢 比我们高很多 那但是他们不是用业绩奖金 而是说今天到了 到了客户那边去住点的时候呢 可以帮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客户就很喜欢顾问 而且顾问每次去呢 都一定会有每个小时的终点费 就是客户要付给 要支出的 要付给这个顾问的 那我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说 其实业务 如果他要能够让自己的地位 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 能够拉抬跟顾问一样的话 那就必须要有专业 能够帮客户解决的专业 所以业务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业务必须要提升自己的专业 也许不需要等 不需要到顾问的程度 但是至少要比一般的业务员 有更高的顾问能力 去帮客户解决客户的问题 提升你的专业能力 其实这个才是让客户喜欢你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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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